2月13号由刘静指导 张嘉义 李小冉 宋丹丹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在上海举行发布会 一众主创到场出席 为这部将于2月28号登陆东方卫视的新戏宣传造势 张嘉义谈及此次的角色 也是直言很特别 其实这个角色是这几天很少演的一个角色 特别 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 包括这个剧本也是 说实话这两件见到的现场比赛里面的剧本 是我阅读到 我接到的 角色特别 但凭借张嘉义精湛的演技 相信也是能完全诠释出这个人物性格了 毕竟演技这事可是大家公认的好呢 什么角色在嘉义兄弟儿都不难 都不难 都不难 很好 他会特别自然 而且丝毫不露任何痕迹的 就把那个角色带到自己身上 说实话 这个嘉义精他对表演的这个观念 是一直我想学的 他就是他永远可以思量不解 就是不管你怎么去演 对方对手怎么去演 或者他自己的这个角色怎么去设计 设置 他总是用一种特别轻描淡写的 而且是用特别准确的方式 给他表现出来 想说不仅角色好 美好生活传递给观众的情感也非常积极向上 通过剧中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观众感受到一种不管世俗如何强大 也要保持豁达与善意的正能量 来到现场 张嘉义也是分享了一些剧组趋势呢 张嘉义的合作你感觉有时候有趣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我经常笑场 对 哎呀 太多了 我经常我们就憋不住笑场 就看着他就笑场 对对对对 中途在那休息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无聊 完了单独一个人 我们在马路那步都没人了 他把他历年最经典的小组里面每一段台词 他全给我们养了一遍 后来有很多人来了 因为没关系 他也不玩 他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他就坐在马路当中给我们把美状态 哎呀 这是你们一个组的春晚 就一个人的春晚 对呀 笑了快两个小时了 真的 对 张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 叫现场秀 这就是现场秀啊 对不对 而且非常的厉害 他的那个节奏拿捏得准之在的 好看极了 比春晚都好